要算那個前後三名工資 所以我把這個先關掉 記得這個因為裡面有VBA 所以記得007這一題把它先存檔關閉 記得要另存新檔 因為裡面有VBA的話 記得存檔的存檔類型 請務必要記得一定要存成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如果你假設存錯檔案格式的話 那你之前寫的VBA就會全部消失 不見了 OK 也找不回來 OK 記得喔 請你如果有VBA的話 你用另存新檔好了 然後啟用聚集的活業簿存檔 OK 然後這個可以把它關掉了 再來的話就開啟那個009 前後三名工資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idea的話 我剛剛講過 可能我直接想到的就是用那個什麼 用SAMIF 第二個用LARGE 第三個用Small 但是至於那個公司要怎麼組合 所以實際上要花很多力氣想 而且還要去試 我不想浪費時間在這個上面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問題丟給TrashGPT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丟給TrashGPT 但是其實我也試了蠻多種方法 這個問題 我要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這個就是我跟TrashGPT的對話 其實我試了很多方法 後來我發現 好像寫這樣的敘述 他會比較懂一些些 包含哪一些 第一個 我指定哪些函數給他 這個我指定 因為我如果沒指定 你會發現 他各種 各種這個寫法都出現了 每次跑的又不一樣 而且結果也不對 我就覺得很頭痛 而且他好像不知道可以用這幾個函數 好像一直用上函數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時候鬼打牆 另外的話 我發現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我們寫是前三有沒有 但是我發現 那個中文的三跟數字的三 如果我寫的話 我後來發現我打前三 他真的也不太知道什麼叫前三 還是什麼 後來我發現我打前三 數字的三 他居然比較懂 而且得到的結果應該 我剛開始是打什麼 前三的國字三 一直出錯 後來我改了數字之後 發現就對了 這什麼道理 我也不懂 OK 可能是因為那個 QRGBT 如果看起來他其實也是外國人 他是外國機器人 因為他很多資料其實都是 大數據其實都是英文的為主 中文其實算比較少 好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這個B2到B10 其實就是這個範圍 B2到B10的範圍 排名在前三跟後三的總和比 幫我加起來 那我跑了很多次 我後來發現 這個寫法應該 這個問法應該他最能夠接受 底下的話就得到結果 要計算在B2到B3範圍 OK 底下的話 他說可以用這個結合起來 以下是相應的 也是有公式 我發現這個才是對的 那其實呢 你會發現 他其實這個公式裡面 可以分兩段 一段是前三 前三 一段是後三 有沒有 然後這兩段的話 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用的 我們先來看前三好了 前三其實是這一段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我把它先直接複製貼到這邊來 先得到前三看看 OK 這個是前三 然後把它打個勾 前三名 前三名理論上應該都三萬 最高應該三萬八吧 三萬七 所以加起來 這不太對 怎麼會七萬 應該加起來至少十幾萬吧 OK 十萬至少吧 怎麼是七萬呢 原來他這有BUG 哪個地方有BUG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一樣 瓦工是貼上 然後這邊有插和函數吧 跳出來 OK 好 接下來這個應該各位不陌生 三米符有沒有 第一個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斷條件的範圍 那就是B2到B10 這個沒問題 第二的話是條件 那這個條件的寫法 可能同學會比較要特別小心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有一個什麼 大於喔 有沒有 而且大於的話 前後一定要雙一號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把這個什麼預算符號 當一個文字喔 所以這種寫法 請務必要把它學起來 因為我現在很多同學 應該不知道怎麼寫 那end後面的話 就串接他的條件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範圍的工資 只要是大於這一個的話 那這個什麼 這個叫large large的話 如果你先把它取消 我們把它單獨獨立 跳出來看 所以優標放large 再插入函數 它會把large這個公式 單獨幫你跳出來 那這個large是什麼意思呢 它一樣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範圍 array的話 其實跟range是一樣的意思 哪個範圍啊 b2到b10 那這個k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k的話是排在第幾個 所以如果給3的話 那應該是排在第幾個 排在第三個 那意思就是說 它這個large就幫你把排第三個抓出來 ok 所以喔 那你說老師 那什麼地方錯 那回到這個三米夫 大於等於第三的 那大於等於第三只有幾個 這兩個啊 所以這裡的話 顯然需要改一個地方 它就正確 哪個地方 大於等於 對 大於等於吧 那等於加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請你加在這個地方 大於等於這個 記得喔 加在這個地方喔 這邊加一個等於就可以了 ok 記得喔 那千萬記得 你不要加在大於的前面 什麼等於大於 這個它一定不接受的 大於等於 它就是大於而且等於 這個敘述喔 ok 這個是一個方法 其實你說老師 那沒有別的方法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乾脆你大於多少 大於第四不就好了 有沒有 剛剛是排第三的 那只要大於第三 那不就一二嗎 如果大於第四 那不就一二三了 ok 結果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兩種解法 一個是大於 乾脆等於好了 一般習慣是寫這樣 大於等於三 ok好 就決定用這個方法 好 按確定就可以了 應該對啦 十一萬兩千九百塊 那接下來的話 你說老師 那如果後三名怎麼辦 我看一下 它其實好像也給我們一個答案 加上SAM IF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公式幾乎都一模一樣 只有把LARGE 改成什麼 SMALL SMALL 顧名思義 LARGE是排在前面的第幾個 所以它是 後面 有沒有 等於是倒數第三 有沒有 倒數第三的話 而且是要把方向 這邊是大於對不對 這邊要變小於 不過它一樣 錯了 錯在哪裡 沒有一個等號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後三名的把它 怎麼樣 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把它貼到這個後面來 有沒有 不過啦 所以答案你應該可以知道 就是後面這邊再加一個等號 所以這個地方 TRAGTT 它其實有給一個方向 是對的 公式理論上是對的 但是 少了兩個等號 OK 所以常常有同學會 會問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常常就笑說 應該你沒付錢嘛 對 有沒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說真的 這不是OpenAI 不是我 我設計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背後到底 是在做什麼 OK 不過啦 理論上這個商機這麼龐大 說真的 有沒有人 會因為常常這個公司出錯 然後呢 就 有一點是 就把錢繳了 好了 我就給你二十塊好了 每個月 我就給你二十塊美金 對不對 欸 用起來也舒服 對 永遠就一直繳細 有沒有可能 也有這種人 我發現這種人還不是在少數 OK 所以啦 如果你希望沒有問題的話 不許 但如果你假設 付了這個錢之後 也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值不值得 OK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不過我發現下方好像都沒有人留言 奇怪 我的影片下方很少人留言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有時候都自己 自己想自己的 還是因為我們上課東西 其實就是比較自視化 範圍比較狹隘一點 OK 好啦 所以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問題 喔 下距離不是沒有用途 它其實是可以幫上忙 但是我發現問的問題 我自己其實之前 我問了好幾個問題 但是始終好像沒有比較正確 但是始終好像沒有比較正確 後來我是加了這個指定函數 有沒有 指定這三個函數 它才正確 還有這個前三跟後三 我本來是打那個中文 這一直不對 打了數字就對了 這我也是不太理解 好啦 這個部分喔 請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後面的話喔 一樣就是把它再轉成什麼 乾脆直接轉成Sup就好了 我覺得喔 Sup好像比較好用 那至於自定的function 這個可能就是參考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把 這個公式 幫我轉換成 VBA的Sup程式的話 OK 其實也蠻簡單 我覺得這個好像就是 QRGBT最厲害的地方 最強的 所以以往喔 要把Esser的公式 轉成VBA 哇 那真的是要勾手才有辦法 現在不用了 現在QRGBT就比你還厲害了 以前要找到說 可以把Esser的公式 快速轉換成VBA的 這樣的人 存不存在 存在 但是多嗎 非常少 有沒有這個能力的 有 但是並不多 OK 可是有QRGBT之後 哇 馬上幾乎每個人都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 Esser的使用 大大的提升起來 以前可能大部分人 還是局限在 Esser的函數 如果你以下函數 真的做不到什麼事情 簡單的還可以 太複雜了 就真的 我覺得還是要用VBA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把 你使用Esser方面的能力 提升起來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學習VBA是 一定是必然的 OK 只是說如果你對於VBA學習 也許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 沒關係 我覺得有QRGBT現在真的是 好 甚至很好的一個工具 以往沒有的話說真的 以前 在學VBA的人真的蠻辛苦的 我發現好像大家學都蠻痛苦的 OK 尤其是學要開始寫程式 以前我們真的是一行一行慢慢寫 那現在好像比較 我們現在講的大部分 都是透過QRGBT幫我們產生的 我覺得應該學習的 這個過程 其實就不太一樣 但是你說老師 我們為什麼不像以前 因為有工具 為什麼你不搭 就是說有車你為什麼不搭 你要走路嗎 可以啦 你慢慢走OK 你如果想 你如果假設你想要很紮實 你可以把QRGBT裡面的程式 自己打過一遍 有沒有 它產生你自己重達吧 可不可以 但是我想應該沒有人會願意這樣子 有的複製總是比較快吧 誰會想要慢慢再來 尤其是這個時代 你說能夠搭高鐵 這樣我想應該還是會想要搭高鐵 如果飛機當然搭飛機吧 OK 沒有人想說慢慢來 OK 請各位試一下